这几天的热门话题就是监察院长王建轩跟多数监委意见不合 也意外挑起了监察院存废的争议 民进党立委打算在下个礼拜就提出修宪 把监察权划分给行政和司法两院 学者也认为的确要从制度面来进行检讨 但是监察权不宜轻言废除 因为基隆市长张通荣二度弹劾案审查未通过 监察院长王建轩泡口对准自家监委 仇庸说和监察院关的比较好 这些发言引发监委集体反向王建轩修入监察院 应该关起门的内部机制检讨 却赤裸裸的在公众前上演自家人内斗戏码 让学者很忧心武权宪法体制面临考验 国人对监察院不应该好像过度的犯政治化 去考量监察院目前一两个案子 好像行使的部分跟部分人的期待 有一些落差 然后就说监察应该关门 我想这是不当的 东吴政治系教授谢正玉表示 武权宪法在多年来历史上 发挥了不少良性功能 一个国家宪法的运作 也要继承过去好的政治文化传统 监察权不宜轻言废除 监察院的问题应该从制度面来做修正 中研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林济文也指出 要修宪改变体制并不容易 应该从宪法相关法律规定 来检讨监察群的行使 而张光荣酒驾关书案判刑确定 却二度弹劾未过 前台东县长邝立正没有被司法判刑 却因为假出国阵报销 遭到弹劾 学者认为两个案子相比 难免让外界质疑监委标准不一 理由何在这虽是监委合议之下的结果 但学者建议未来在制度改革上 监委在行使职权审查案件时 可以居民表示负起责任 也能减少外界疑虑 记者王淑陈信龙台北报导